由美国阳光国际文化教育所举办的夏令营 在加州的旧金山市迎来了又一批的学生 今天他们正在参观全美公立大学排名第一 文明辖尔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大学的学生事务专员 首先为夏令营的学生们开设了介绍大学概况的讲座 随后学员们参观了加大伯克利分校美丽的校园 以及科学实验室 学员们都认真专注地倾听讲解 生怕错过每一个细节 大家纷纷表达了对加大伯克利分校的喜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学会 Nietzsche 大学会认真专注地教育 大学会认真专注地学育 我们大学会认真专注地学校 大学会认真专注地学校 大学会认真专注地学院 大家好,我叫傅克岳,来自湖南省岳阳市洪一新华中学,即将进入九年级的188班的学生 然后我第一次来到伯克利大学,感觉它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大学 并且它的教学理念和各个硕士都非常的完善 然后我去了信息工程学院和生物工程学院 然后我觉得我在这个地方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我们今天参观了伯克利大学,我觉得这个大学非常的漂亮 然后还有很多维多利亚式的建筑都非常的喜欢 我觉得在这个大学里面有很多,我们参观的是生物工程的实验室 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这样的大学生能够在实验室里面手工做实验 然后能够增强他们的动手能力 今天来到伯克利大学,我很开心,这里很大,很漂亮 我从来没有经过这么大的大学 我以后,我也很喜欢伯克利,所以我以后要把这个变成我的梦想 Hello, my name is Aidan Parsons, I'm 13 years old, I come from the city of Panola I go to Panola Middle School, and I came here because last year I also, I was recommended by my principal And it turned out to be a lot of fun to do, and so, you know, I figured I'd come back and relive the experience 加大伯克利分校不仅在学术成就上名列前茅 它的优美典雅的校园也让人赞不绝口 夏令营学员们在风景如画的校园里分别参观了著名的哈斯商学院、世光学院、生命科学大楼等地 大学校园极富人文特色的生活也吸引了学员们的目光 他们年轻的欢声笑语撒遍了校园各个角落 充满梦想的您,准备好出发了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